转眼2022年即将结束 车企们曾经立下的众多flag 大佬们夸下的许多骸口 如今实现的怎么样了呢 谁是满分收官 谁又是表现不及格被打脸呢 今天和杜哥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今年势头最猛的车企啊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之一的比亚迪 比亚迪自从去年宣布退出燃油车市场之后 在锡能源汽车领域的势头是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在年初提出了150万辆这样 堪称离谱的销量目标 但今年的1到11月 比亚迪累计销量还是达到了恐怖的近163万辆 已经是提前完成了年度销量目标 目前比亚迪的产品举阵已经能够覆盖大多数车型 中高端的各个价格区间也都有所涉猎 而随着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的发布 其在高端市场也将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竞争力 这将在交付量层面为比亚迪再添一份助力 与比亚迪一样 在销量表现上能获得满分的还有广汽埃安 作为背靠传统车企的新能源厂商 埃安一直受到争议 本该被定义为传统车企 但是埃安自己一直想往新实力上靠 不过从销量上看 埃安和新实力相比 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埃安的交付表现实在是堪称变态 一到11月累计销量达到了24.1万辆 和比亚迪一样 已经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的销量目标 作为新能源汽车里仅次于比亚迪最卖座的存在 埃安的制胜法宝在于对中低价市场的侧重 20万以下这个市场正是广汽埃安的王牌车型 埃安S和埃安Y的天下 并且在不断优化内部结构之后 目前埃安的整体产能已经能够达到60万的水平 明年埃安的路可能还会走得更稳 说完了两个优等生 接下来提到的就是几个没有完成目标 但是相对还比较接近 又希望在最后一个月去冲击年度目标的车企 在这个范围里面 合资和新势力就开始多起来了 首先说合资 广汽丰田今年的表现相对还是不错的 一档11月累计销量达到了87.1万辆 距离百万辆的目标还是值得一搏 今年其实算是广汽丰田的产品大年 在维持汉兰达凯美瑞雷灵等主力车型的表现之外 风兰达塞纳等新品的表现也是不错 另外新势力中 哪吒极客领跑问界也都比较接近于完成目标 前11个月能耳汽车累计交付14万4278辆汽车 无限接近于15万辆的目标 极客汽车和领跑汽车也都完成了80%以上的KPI 极客汽车凭借极客001的过人表现 目前距离7万辆的目标只差不到1万辆 以11月极客11011辆的水平来看 最后完成目标应该是问题不大 领跑和问界则分别还差1.8万辆和1.4万辆 最后一个月是压力不小 最后则是表现最差已经是完全无望完成今年目标的差声 曾经的新势力第一梯队魏小李全部栽榜 表现相对较好的未来年度目标截止11月也只完成了71% 理想和小鹏更惨 年初的时候过于自信 其实是把年度目标订斗了20万以上 结果年终的一波腰斩 其实是把这两家的信心给打骨折了 截止11月理想汽车的销量只有11.2万辆 目标刚刚完成一半 小鹏更是连一半都未完成 其实魏小李们在今年已经是足够努力了 一直在做花水促销 向未来是把车主服务基本已经是做到极致了 在年底前购车 未来首任车主可以享受终身质保 道路救援 包括车联网服务免费 和免费的家用充电桩等等 一应俱全 理想汽车也是在下半年 针对理想万搞了不止一次活动 小鹏的年底促销力度也是相当大 旧车置换价格加价 又是送服务包 又是送电池终身质保 只不过四五月份的一波停产没扛住啊 下半年再怎么冲 也很难达到最开始的预期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新势力的抗压能力仍然是需要提升 总结来看 整体年销完成率上 目前只有比亚迪和广汽安能够提前完成 哪吒和广汽丰田大概率能完成任务 但是大多数的车企 包括一些实力雄厚的传统车企在内 今年的完成度都不是特别好 部分原因在于上下游 承压能力还有待提升 另外则是最开始制定的目标过于激进 但是无论如何 随着新势力汽车产业的进一步成熟 市场的进一步分化 留下来的车企们 在明年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